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归义 我以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好 那我们还没上课前 大家还是要注意 因为我们在这下一个礼拜的课程当中 今天我刚刚在看新闻 它说 这个礼拜我们快碰到二十年以来最冷的寒流 所以大家一定要请特别要小心 因为就是说二十年以来的这个 它说从如果是从2004年那一次有一寒流 但如果再有可能会破到什么 是有可能要到四十年前的寒流的最冷的 所以大家请一定要多注意那样的保暖 喝热水啊 汗等等来措施 特别来教授我们这边来讲 因为毕竟我们的设备这样做 大家还是做地上的时候 如果需要拿多的电子啊 或者大家要多带自己的毯子也好 或者夹克来讲也好的话 大家请自行就是带来的那样子 那我们可以提供是这样子 第二点是大家还记得我们说 我们只要说是有国定假日 或者有放假的时候 我们这边一定会放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星期五 星期六跟星期天的课程 我们都会听 因为我在看他们说那些大型活动 什么在转变的时候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假设我们台北这个区域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有什么改变的话 我会随时的跟大家宣布说 我们如果假设有什么上课 什么样子有要 在疫情里面的有发生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宣告 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 我们再看我们是用 什么样的方法来继续上 或者说用别的方法 就是看我们大家一定要在 因为疫情还在的 还没有过了 大家不要 因为这几个 特别说我这几个礼拜 有在外面走动一下看的时候 因为疫情时间变得蛮长的 大家有一点点的开始疏忽了 忘记说这个疫情 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传染 大家一定要在这边要多注意 我们以身作者来讲的话 特别是在学法的时候 也要代表说 带大家这边要去注意健康的 那我们上次开始 大家记得是不是 我们说我们开始进入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虽然还在介绍的是 小秤的中意 那我们说什么叫做小秤的中意呢 小秤的中意是不是说 为什么他叫小秤的时候 他没有承许 或他不承认 最主要的是什么是 他没有所谓的一切智这件事 他没有所谓的一切智 因为这样子他也就没有 所谓的所执杖了 没有所谓的所执杖 为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谈起他这个所执杖呢 他就没有谈到说 好像有一个叫法无我的这件事情 他没有好像有需要 更一层的智慧来对峙什么东西 他的就会就足够以用 我忘记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因为我今天刚刚在看 有可能我们大家以前不知道 和我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是我们在学的很多的经书 他特别说我今天有一点点可以懂 一点点经书跟大家 我们在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是透游说是依着福生大师的 的经书来讲 他今天来讲的话 每一年的葬礼的11月14号 他就刚好我们今天的12月 今年的就是以旧力来 以心力来讲的12月28的话 是福生大师的元吉日 所以我们想说在最好可以纪念到 福生大师的是什么是 依着福生大师所说的经典 再跟大家来讲 因为福生大师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听说是唯一有做过到 甘丹赤巴 哲邦赤巴 瑟达赤巴 等三大师以前的话 这个等的有个 我们现在有时候翻了 总的法台或者总组来讲的话 在历史上面来讲 只有福生大师他一个人是做过的 不只这样子 福生大师也是 我们说以尊者的传承来讲的话 他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 尊者的亲教师 所以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和在以现在来讲 以宗藏来讲 哲邦寺的洛森林 甘丹的东顶 上蜜院 我们热队寺 等这些宗藏的这种地方的 的寺院来讲的话 都是以福生大师的经书为主的 去学习的话 他想说 饮水寺院的时候 我们今天 可以在这个学习 特别说这个学习的中意也是 就是福生大师的时候 要跟大家讲一下 说是今天是福生大师的原集 就是有特别的意义 那我们在讲的话 你讲到上次是不是介绍到的 我们所谓的金部宗的中意 我们开始介绍了 是不是虽然 品伯沙宗跟金部宗 是共同为小秤的中意 但是在于小秤的中意里面 他还是会有一些的 些许的区分 他再来一些点是相信他 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不承认法无我的这个东西 所以特别是什么呢 他也不会有空性这个道理 不是好像所有的佛教徒 都承取空性吗 他要什么呢 他就不承许像什么 像般若经的这些东西了 以这些的 我们现在的用词来讲的话 这等于是什么 就是金部宗 匹伯沙宗 他主要是跟随什么 他就跟随着佛陀的 八例的经文来讲 他们的认知当中说什么 是佛陀的所说的 就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诠释了 他就是佛陀 说的就是一五一十的 没有说什么 对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机 在不同的情况下 说出不同的教授 就是佛陀说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没有任何的解释来讲的 我们有一点像什么的 因为我以前有看 一点点的有关 像圣经来讲 有一点是我们想说什么 旧教跟新教的 有一点像这样子来讲的 他就是有一点说 唯有是 佛说的就是只能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像我们看到的戒律的传承 的经典 我们看到什么 像看到四地法轮的 这些之路此类的经典来讲的话 这主要都是又依着巴黎文的 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公开的行程 就是佛陀在公开的行程 让大家来讲 大圣的忠义 跟大圣的传承 特别是像什么 波尔经 这些什么是 佛陀对少数的人 少数的天人 等用贵族的语 梵文 去宣说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讲 小乘的中义来讲的是 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人取什么 南传也好 巴黎语系 的佛教来讲也好 所以他们就用一些 这种现在的 或者乃至我们说什么 长老部 上座部 等等这一类的 这一脉的传承来讲 那我们上次讲到 经部中的话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 花很多时间在介绍什么 是我们上次 还没上中英之前 是他最主要是在说 自证分这一点 自证分这一点 他跟毗婆沙中的 不一样是什么 是他承许了自证分 他承许了所取向 有自证分 也才会有所取向 没有自证分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会讲 所取向这个道理来讲了 所以关键可以等于说 是什么 是他承许了一个 叫做自证分的这件事情 我们上次 是不是有跟大家 略略的介绍说 自证分的关键是什么 因为他们上次说什么 说如果这个东西 有没有 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我说我用心事 来证明它 我们还说得过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被一个正确的心事 所了解的话 这就等于存在了 可是反过来说 好 心事存不存在 如果你说 心事存在的话 那心事是由谁 来了解它 如果你说 又是另外一个心事的话 那是不是它变成 永无止境的 我们永远也不能说 连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我都要说是未知数了 因为 了知这个的心事 又要有这个东西 这个心事又要有 另外一个心事为先 又要有另外一个心事为先 它是永无止境地往上推了 永远有一个 没有一次我可以说 这个东西就是存在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到进步中 它开始说什么 就是有一个自证分 自证分是说什么的话 好 我们一般来讲是 假设我用像这样图案 跟大家批语来讲的话 这等于是 静嘛 平子 这是了解它的心事 它到这边来讲什么 有个自证分呢 这个自证分是代表说什么呢 它所观察的 就只有在观察 它没有任何的颠倒 没有任何的错误 它什么呢 它了解这个心事 它去证明这个心事 不只是它证这个自己心事 它还有能力 自己证的自己 自己了知自己的时候 它叫自证 自证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去这样子 所以它最多最多什么呢 最多就到第三个心事 它就结束了 它就不用到永无止境地 这个是所有承许或者承认 自证分的最主要最主要的 关键点是什么的 为什么要承认自证分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辩论的 就是或者那一个思维 如果不承认自证分的话 它没有讲出另外一套的 可以去成立的话呢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变成是永无止境地 要一直推上去 永无止境地一直推上去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 有一个自证分的这个概念来讲呢 看我们上次还讲到一个什么 是我们说 这边很大的一个差别是 匹伯沙宗跟金布宗 对什么叫做圣意地 或者说是它所谓的真实的 什么叫做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定义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是如果我们不要忘记的话 我们所谓的匹伯沙宗的 所谓的圣意地或真实是什么 是它说我对一件事情 当我去怎么样去切割 怎么样分析 或者还是把它摧毁的时候呢 我去认出这个东西的那个心 不会随着它这样子的被分解 我这个心思也就瓦解掉了 那样的东西才不要真实嘛 就是像我们上次举的例子 是不是说像金子这样子来讲 我再怎么分再怎么分 分到像戏到像沙子一样 我还是会说这叫金啊 可是是不是用这个金子 所变化出来的 例如说项链 例如说像念珠 是不是那个一被融化掉了 或者乃至被撞歪了 或乃至说我那个牵引他的身 我一剪掉 是不是马上说这是念珠 这是项链的那一个的 或者说持有他的心 或者认知他的心 马上跟着就瓦解掉了 所以那样的东西叫什么呢 一匹菩萨中讲说什么 那叫世俗地了 就是依着这个圣意地的真实东西 而变化出来的 我们用比较白话一点来讲 好像说依着这个圣意地的道理 而变化出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都叫什么呢 我们都叫世俗地了 可是以对金部中来讲的话呢 他是不是认为说 这都叫都带太初分了 这个还没有到我们真实来讲到 什么叫做圣意世俗 还没办法包含到 我们真正想要讲圣意跟世俗了 那金部中所谓的圣意跟世俗是什么呢 金部中所谓的圣意是不是就什么 他就是认为说有作用 因为实际跟我们有相关联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都是所谓的像有作用的 这些无常的东西了 有作用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了 我才可以跟我有利害关系 我才可以接触到了 如果是比较说没有的 如果是那种长的 或者我用声音 或仅仅用以声音锅分别心 而塑造出来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这什么 这都完全是要归到有一个无常了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他开始在这边慢慢有一个 我们开始说什么 安利啊 或者在经书里面讲说 失色处 失色法 这种东西的 一点点的概念开始 还没有很多 为什么呢 以进步说 开始有一点点想法 说什么呢 他所谓的失色处是什么 他依着什么点而安利出来的 以他们来讲的话 所有的失色处 等于就是说什么呢 就等于是那个无常了 是说那个就是他的 我们不管是任何的世俗地 他一定要追根究体的话 他一定要有依照一个 某一个圣意的东西 才可以安利出来的 一定要某一个无常 有一个无常的东西 作为根据 才有办法变成像这种 所谓的无为的 或者常法的这些东西来讲的 所以呢 他等于说这个世俗地 变成是什么呢 或者这些常法 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失色法了 那失色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依着什么 而被安利出来 就我们所谓的这些 圣意地的这些东西的了 所以我记得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 大概是讲到这边来讲说 进步中的什么叫做世俗 什么叫做圣意 因为这个是很关键 大家以后 我们是不是上次有略略提到说 每一个中意 每一个中意 他会根据的什么 有一个根到过 根是等于说什么 是他所要了解的吗 因为为什么叫根呢 我是依循着什么东西而去修行吗 我没有东西依循去修行 你说你修什么 你要去修什么 你要依着什么东西来讲 所以这根等于说什么 我要依循着什么东西而去修 就是我们建立的那些的 分类也好 这些所关修的法也好 这都是什么 这所谓根的这一部分 道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道 总设在于说 方便跟智慧 方便又是什么呢 方便等于就是说 我们在佛教里面所说的 它是一种 发心也好 一种愿望也好 一种这种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说它的特征是什么 在我们修行的时候 方便是什么 它不是去扭知 静的这种功能 它是一种心力 一种愿望 一种发心 这一类来讲的话 这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叫方便的这种 智慧的就完全不一样 智慧就是去判定 去扭知 去做观察的 所以在道的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我们可以简单来分的 就是这一派别 或者这个阶段 它所要修的智慧是什么 它所要修的方便是什么 来讲 它是不是依着所修的根 能修的道 那之后它所要承办的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所谓的根 到果来讲的话 就是说什么 所修的为根 能修的为道 它所能承办的 依着这个 所修的根 能修的道 这样子两者的配合 它所承办的是什么 就是果了 可以简单的吧 不管是从匹婆沙宗 一直到宗观 应神派来讲的话 它一定 一定就是讲说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根 有一个道 有一个果 如果没有总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它等于不是我们的 修行的方法里面的当中 所以我们 讲到这边的话 我知道刚刚大家 有一点点的问题 想要问 所以我说我们来 可以给大家来问一下问题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 需要问的 在供学的时候 依经负中 没有钱是一个 仅为分别性 所暗昧的世俗地 那么钱是有作用的 所以它是胜移地 也可以是世俗地 我们的争议点 它也可以在分别性献起 所以钱是胜移地 也可以说是世俗地 只能说是胜移地 所以上个礼拜 我先到这边 如果你等一下还有问题 我们再补充 因为刚刚讲的 它不是在分别性上中 献出来 它就是世俗地 大家刚刚忘记了一点点 是说什么 它是 我们不是只有在分别性 因为为什么 如果这样子的话 万事万物 不要说万事万物 不管它是有也好 没有也好 都在分别性上 都可以献出来 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说 分别性等于说什么 它是可以使我们天马行空的这个东西 它不受时间 不受空间 没有任何限制 你要想多远 多来讲 这个分别性都可以 嘴巴 所谓的能全身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我想要说 我想把月亮说成是狗 嘴巴上也说得出来吗 也可以 意念上也意念上 这都是分别性上面来讲的 所以不会说 我们在所有的 所有的 从毗伯沙中 一直到经部中 没有一个东西 又既是圣意地 又既是世俗地的 它没有 这不可能的发生的事 不会有 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 又是叫世俗地 又叫圣意地 这两个是 世俗地的产生是什么 它是建立在一个圣意地上 所有的 所有的概念 在刚刚讲的 我们佛教的宗派来讲的话 这个世俗地要可以成立 可以有 它一定是 依循着圣意地的才会有 像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说什么 像你看我说 我可以是成为格西 我可以成为比丘 首先是不是我说 我一定是人 我没有人的这个条件 不可能是格西 不可能是比丘 这个东西来讲 所以以这个观点来讲的 圣意跟世俗 等于说什么 我是人这一点 我不是说真的来讲圣意 我说假设作为比丘来讲 我是人这一点 就是所谓的圣意了 世俗是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是人的 以人的这个条件上面 我才可以说 我是格西 我是比丘 我是深重 什么等等 这都等于是说什么 是架设在到这个人上面 所以它叫世俗了 这叫世俗 那同样 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点忘记的 世俗地是什么 它不是只说 在分别心 陷起 它是说什么 仅仅在分别心上陷起了 所以说 刚刚讲的这个 钱这件事生机 它不是 就是仅仅在 分别心上陷起 为什么 因为它有实际的作用 它有实际的 我可以 比如说花掉它 我可以累积它 我可以什么等等 等等来讲 它有作用 它不是仅仅在分别心 所以 在金部中也有讲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维斯派我们以后 也会看到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中关派也会看到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这个仅制 它所要断除 所要遮止的都不太一样 那这一边 这一边 在金部中的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等于说什么 就是 我要排斥到有作用的 它是没有作用 仅仅 它是没有作用 可是大家分别心上面 还是陷得起来 它又是存在的 我们说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话 这不是世俗地的定义 这是我们家说什么 这是叫 我们所谓的 我们讲说 无为的定义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无为法的话 是不是还是说跟世俗地 常法一样 为什么这个法的重要性 就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话 这还包含了什么 连像兔子脚 虚空花 或者说没有的东西 都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都可以说 它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但我不会说 它是要无为法 因为它不是 不存在 它没有了 所以刚刚问的 如果我反过来问的话 回来讲说什么 我会为什么 我会说 钱是圣意地 但不是世俗地的 因为它不是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它没有符合 你说那没有符合哪里呢 我说没有符合那个 仅的字 它在分别心上有安利了 又有安利 是不是它 我们上次在介绍 综艺版1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出一段词 它说 分别心所安利 跟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这个意思来讲 就是说 以目前 我们先不讲为事 谈中关的 因为后面我们这个 后面的综艺 我们会慢慢介绍 我们就不跳的时候 以进步中来讲的话 我说钱也好 或我声音来讲也好 这就为什么 是分别心安利 但不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 它有一个作用 所以它就没有符合到刚刚的 谢谢柯西 它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应该说 它是生意地 钱是生意地 但是它也可以用分别心案例 但不是仅为分别心 所以不能说是世俗 它就是生意地而已 谢谢 所以你看 反过来 我们再反过来说什么 没有钱这件事情 我们说没有钱 是不是就是以 金步中目前这边来讲的话 它讲世俗地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实际的作用 对 对 我说我们实际上 当然我去店里 我说我要买东西 我不能买是什么 因为没有钱 可是这不是我在讲 我说你看 我说我们没有钱这件事情 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举着说 假设我没有钱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你看 没有钱我去找他 我找不到我这件事情吗 我找不出来 你看我要寻找我口袋 我找不出什么叫做没有钱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对 所以我这样 我找不到这个东西来讲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 仅为分别兴趣安利出来的 可是它又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 但它为什么是建立在 世俗 圣意上面呢 因为你要没有钱 是不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于 钱这个东西上面吗 对 钱这个东西都还没有的时候 我怎么建立 或者我怎么安利出 没有钱 它一定要建立在一个 有作用的东西上面 等它过去 好 那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就在于 没有钱这个大家都没有争议 那再下来就是 有钱 有钱这件事情呢 那依我的想法 我就会觉得有钱跟没有钱一样都是一个概念 它都是建立在钱身上的 所以我会认为有钱也是一个 仅为分别兴趣安利的 它是世俗地 但是刚才 是说 有钱是看得到的 是真的有钱 所以它应该是圣意地 请问我 可现在该怎么看 好 我说 这有几个问题 还有几个回答 说来讲的话 它不是它建立在 或者安利在于 圣意地上面 它就一定是世俗地 例如我举个什么 后面它也会举 比如说 我说如圣法师是比丘 这个是 比丘是建立在如圣法师上面吗 可是不代表说 如圣法师是比丘这一件事情 就是世俗了 它是圣意的 以经步中来讲 它是圣意地的吗 它是圣意地的 我们讲说 有钱 有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 的确 有钱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概念 它也是世俗地的 它也是仅为分别兴趣安利 刚刚来讲的话 有钱可以看到的时候 这个想法 我们已经变成是什么了 我们是举有钱的例子了 我举到有钱的例子说什么 有钱是什么呢 就是 假设这是钱 这叫有钱 这个已经 我在讲的 我们在讲说 钱是有的 或者是 钱是存在的东西呢 我不是在讲说 我不是在指 假设这是金子 我不是在指这个东西了 我是在讲 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是有的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 仅为分别兴趣安利 金子这件事情是有的 或者钱这件事情是有的话呢 那是仅为分别兴趣安利 可是你举出 钱是有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指的 就是这样子了 例子是这个 例子是这个东西来讲 它的例子是无常了吗 就像我说什么 我说所知 瓶子是 因为我们用瓶子是有 或者我用金子是有 这是大家比较习惯的 我们俗语的 或者说我们在 普通话来讲 那我问你 我说 那钱是所知啊 钱是所知 是世俗地还是圣仪地呢 一大部分的 应该都是说是世俗地的嘛 可是我 你看我说 钱是所知的 你举出例子什么 你是不是只能举钱这样子 你只能就举钱 这样来做 例子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说 有钱 因为它已经走在 我们普通的口语 跟经书的思维里面来讲 就会有这个错误的概念 我们现在讲说 钱是有 是世俗地 这个东西来讲 我不是在指 我不是在指这个了 我是在指说 这个东西是有的 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 这叫世俗地 你这个东西本身来讲 它是什么 这个东西叫圣仪的 那如果 有人问你说 有钱是圣仪地 或是世俗地 我会说它是世俗地 刚刚讲的 是 对啊 不是 有钱的这个东西来讲 因为有钱是一件事情嘛 有钱是一件事情 我不是说 我很有钱 因为你看 我刚刚讲嘛 因为这是横跨在 口语跟 经书的思维 如果你说 很有钱 对 我很有钱 因为我拿出 我的皮包里面是 满满 装满 满满的钱的话 那是什么 那是有钱的 例子了 例子了 因为我们思维到 例子上面了 我说 我现在 如果 你在问我经书 我不是问口语了 因为你问我 口语的话呢 我就会说 有钱当然是无偿啊 为什么 因为我去一趟 我一去一趟百货公司 我就变成没钱了嘛 那样子 我说 我这个钱就变没有了 那是口语 那是口语的 那个 因为我说 我们用经书 有时候用经书的思维 跟口语来讲 它是 因为本来就有漏洞百出的 像我举 我是不是以前 跟大家举的例子 我说你看 哦 我说 我今天看到 那个火烧的好旺哦 以经书来讲的话 这已经是 前后相违背的词了 你怎么会看到 火烧很旺呢 这看不到的那样子 因为火是触觉 你说我看到火 可是 我说 在我们口语上面来讲的话 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说 我看到火烧得很旺啊 可是 就刚刚讲的 你刚刚问 如果像我们用口语 说 它好有钱哦 那当然这个 我就不会说 这就是世俗地的 这是我们口语里面来讲说 这是个无偿的一件事情了 可是你问经书的 你要问我说 有钱这件事情 这个来讲 有钱这个东西就是 它是仅为分别心 而案例出来的一个常法 前两次 格西大有讲说 如胜是格西 这个是圣意 然后我们同学说你是格西 说同学是格西是世俗地 所以这个是就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你看嘛 因为这是事实嘛 有作用嘛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你看比如说 如胜法是格西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圣意呢 因为它是实际的 因为它是实际的 有作用的 是无偿的 那除非我说大家是格西 我说假设不是格西的状况 我的意思是说 那如果大家不是格西 我说大家是格西的话呢 这是不是就是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我没有说它是不是世俗 因为这不存在嘛 这没有存在 它没有功用 它是变成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在内心 现出来嘛 我叫大家格西 或者我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些说 我们在寺院以前讲说 老菩萨 老菩萨 这个人当然不是菩萨 我不能说不是菩萨 一般来讲的话 不一定是菩萨 他说我说老菩萨 菩萨你好啊 那都是我们 仅为分别心所安利出来的 他是菩萨这一分而已的 而不是实际的了嘛 可是真的来讲说 哦 观世音菩萨来往我面前 我当然说 哦 菩萨你好 这就变成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是菩萨这个 是圣意的嘛 是实际有作用的 它有菩提心的那样子 你比如说你知道 看到我教我说 我是菩萨 我说那个都是 都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利的 这不是真实的嘛 这样子 所以刚才讲 圣意跟圣意地 跟世俗世俗地 也有差别了 刚才讲 没有 因为 周同学是 好 格西 就是世俗地这样子 是有漏洞的 不是 那你说 因为你说 世俗地 世俗地的话是 它说 真实的这样子存在嘛 世俗的话 它就是说 它是 我们这边世俗说是什么 它是以仅为分别 和有作用没作用 来去分的话呢 你说如果有做 因为大家一般听到说 世俗圣意的认知是什么 就是 有作用 以 进步中来讲的话 就是有作用没作用 所以你说 世俗地跟世俗有没有差 有啊 因为世俗地是什么 它就是要存在的 这个地是 它要存在的 所以称同学是 格西 那同学也存在 是不是就 不是 你不能分辨的那样子 你说 我如果这样子 我说 那兔子脚也是世俗地的 因为兔子也存在了 它不是 它不是 切割 它不是 就像 我刚刚讲说 你 这个辩论 或者这个问题 就变 以前 我说 我们刚学 社内学的 有人来讲说 无常 那有说 瓶子是无常 你说对的话 那无是常吗 因为是无常的缘故 而等于问题是 像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不是说 同学是格西 这个是世俗的时候 你说 那同学也变世俗 不是 这个不是 同学是格西 因为它不是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是没有作用的 可是我们分别心可以献出来的 可是 这不代表说 同学是就是世俗 也不代表格西就是世俗 可是同学是格西 这件事情是世俗的 这样子 那如圣是格西是圣 圣一地 对啊 因为这是真实 有作用了 有作用 是实际的 这样子 刚才有想到 就是说 那个 那无常 无常是常吗 还是无常是无常 无常是无常 如果用 就是用概念去想它的话 会不会 因为大家忘记了 忘记了以前是说什么 它不是用概念去想不想 而它讲它说 它叫做它是常还是无常 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说万事万物都变成是 是常法了 因为万事万物 我说连你都是变成是常法的 因为我可以用分别心概念去思维你 而是要反过来说 这件事情本身 像我们先不要讲无常 我说我们本身是不是 我虽然我可能用 你们大家都是用分别心去思维我 可是我还是无常 因为我是 叉那叉那叉那的变化 同样无常这件事情 它是叉那叉那叉那变化呢 还是什么 那跟了知它的这个心事 没有关系的 我的了知的心事 可能用是限量 用分别 什么都可以 可是这一件事情上 它有没有在变化 有没有在改变 这才是重要的 可惜我想接着问一下 就是无常这件事情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会把 甲友跟警惟分别心所案例搞混 因为无常它应该算是一种甲友 因为我一定要透过某种实际的瓶子 在它上面做某种案例 才能再认识无常 可是它这种甲友上的案例 跟我们这个警惟分别上 警惟分别的案例到底 它的差异在哪边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困惑 不是因为你看嘛 它有没有做 那如果是甲友跟世俗是一样的 我说如果你说甲友跟世俗一样 那我说以你为例 你应该也变是世俗了 因为你是甲友的 对 我知道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啊 我说如果这样子 我不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说我用你这样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那我说以我们所有的人来讲 都应该是变成是世俗弟了 因为我们都是甲友的缘故啊 所以你从我们去思维 你说你能不能去思维 你就说那你自己 你知道你知道你叫甲友 可是你比较世俗的关键在哪里 这个去思维一下就知道说 这边差距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这个人 我可以说是甲友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说我是世俗啊 因为我知道石友跟甲友之间 多了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说你不用马上回答我 这不是叫你马上回答我那样子 这不是叫你马上回答的 这是说你看你可以说 你说得出来说我这个例子是甲友 但不是世俗我是圣意的时候呢 和你说无常是 你先不要想无常 因为无常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你从比较实际的例子来去思维 那比较容易说 那我这个人啊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可以又说是甲友 但我说它是圣意 我不会说它是世俗的 从这个例子去分析的时候 你再去推一些比较抽象的 从抽象的一开始 那个例子都还没抓清楚 更不用说那个 因为跟无常实际来讲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去了解 无常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叫做无常 那还是有一点点的距离要去 要去思维才可以知道说 什么叫做无常 好 那我们就准备下去了好不好 那我们上次的话 我记得我们到了 哪里的话 我记得我们是在介绍 综艺宝曼的 所以大家不用再看的话 我说我们在综艺宝曼的介绍 我们是不是在介绍到哪里了 我们介绍 它分析说 在跟道果这边的分法的时候 我们是说对 敬跟有敬上面吗 它在敬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说它对了 二帝 自相共相 等这些分法的时候 它你说什么叫做圣意地 什么叫世俗地的分类的时候呢 那我们现在到哪里 我们到了遮潜法跟成立法了吗 这应该是什么跟很多 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在色类学讲的几乎是一样的 应该是大家开始比较熟悉的 因为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会说什么 我们会分的 它跟我们这边分的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说什么呢 它是 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在色类学学的时候 它什么叫做遮潜法的 说什么 在此意在内心当中献起来的话 我是一个遮潜的方法 把它献出此意的话呢 这叫遮潜法吗 那这边它讲说什么呢 它说什么 透游是直接把所要遮止的去 断除 而去了知的这些法呢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遮潜法 就说什么 有一个心事去了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是直接把它的那种 好像我在排除 我要遮止某一些东西了 像什么 我们说 你看 我们说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不是小偷的话 就是它直接在要了解的时候 它是直接排除掉 它是直接在这个文字 或者在内心当中献出来的时候呢 我是直接以一个排除的某一个方法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 当然我了解万事万物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排除某一个 当然有 像我说 我了解这个是瓶子的时候 我是把它排除它不是瓶 我要了解的是 你是人 我也排除你 你不是人这件事情 可是 为什么我不会说人 或我不会说这个瓶子是叫遮险法呢 因为我内心当中献起来的时候 我是献起说这是瓶子 我献起说你们是人 我没有在 直接好像在排除某个东西 我们不是在 直接在内心排除掉某个东西 才把它震出来的吗 像你看我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说 我们讲说 不是 不是 小偷 对不对 不是 不是小偷 跟 他说什么 他是 我说如果小偷 我不要 因为这个没有直接的 来反对 让大家来讲 我说 我说什么 我用这样子来讲 我说 他是 不是 不是人 跟 他是人 实际上来讲 就是一件事情 可是你看 我献起说 他就是人的时候呢 它是我去了解 这个东西是人的时候呢 我是有直接排除说 他不是人 可是在内心 献出来的时候呢 我不是这样献出来 我是 就是 就是人的 这样子 可是我说 他 不是 不是人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在 了解是什么 就是他了解 他是人的 可是在 我直接去了解说 他 他不是 不是人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已经在 排斥掉 或者我排除说 我直接在内心当中 已经在排除说 他不是人的 这一块了 一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 献出来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 我说 这个是人 一个是 他不是 不是人 这个来讲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 假设我们用来讲说 他不是 不是人 这叫什么 这我们知道 这叫遮浅法 叫遮浅法 看遮浅的时候 是 因为刚刚 大家如果可以了解 叫遮浅的 这个意思来讲 他讲说 有一个叫 无遮 讲说叫 非遮的时候呢 无遮的时候 是什么 就是纯粹的 在遮子了 纯粹遮子掉 我没有要隐身 或没有要 献出任何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 我们刚刚 常常举的例子 我没有钱嘛 这我没有要代表 任何的 实际的东西 我没有要 要引申出任何东西 就是我只是要 把它排除掉 或者说 格西不喝酒 它只是在 你看我们在 那些当中 献出来的时候 没有钱 是我排除掉 钱这一块了 我说格西不喝酒 我排除掉 他喝酒这一块 可是我没有要 引申任何的东西 我没有要引申出 格西 手借手的多好 我也没有说 他是什么 以前是多富的 多有钱的 这都没有 要引申出来的 我们只是说 他没有钱 他不喝酒 他什么都没有 要引申的 这一类的法类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在经书里面 这叫无遮 像我们讲说什么 空性 是不是也就是一种 无遮 还要说什么呢 我们讲说什么 虚空 是一种无遮 等等的 这都是所谓的无遮的 大家还记得 我们以前在 在色雷学有讲 有些人说 那有无的这个词 它才算无遮 也不一定 或者没有的 因为我们说什么 有没有这个词 或者无这个词 它也代表说 它是 我们讲说 它是 所谓的 非遮的也有 像什么 我们讲说 无量寿 对不对 或者说无尽 对不对 我说 这个无量寿 无尽 它不是 只有排掉吗 无量寿代表说 什么 我们内心献出来是什么 它是 应该说 它的 应该寿命 是非常长的 或者你看 我们讲说什么 无尽之夜 无尽的 这个时候的无尽 我不要说之夜 因为那个已经变成 是另外一种 我说 无尽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想说是 这个很长的一个夜晚 对 我不会想到说 无尽就是说 永远没有一个结束 就是在我内心 献出来无尽的时候 是什么 献出来非常长的 所以那个 有无这个词 不代表说 它就是一定代表说 它是无尽了 同样 我们讲一个无尽 它也不用在 它的名词上 有一个无的 反过来我们刚刚讲说 像虚空 或者说刚刚讲的 这种空性 什么等等的话呢 它没有无这个词 可是它还是可以代表说 它是无尽 因为它献出来的方法 内心嘛 我们说 虚空真正的献出 是什么呢 虚空我是不是一直在讲说 它排除掉了 遮止 阻碍 防碍的这一块 我就是叫虚空了 是不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一年前 大家一直在说 问我说什么叫做虚空 因为 我说 大家等一下 我慢慢介绍 大家会慢慢了解 大家以前认为说什么 这个就叫虚空吗 我是不是说 这都不是真正的 我们 经书所要讲的虚空 不是这个 这个叫虚空 是 这个东西 是不是安立在一个虚空上 或者有虚空在这 有啊 可是虚空是什么 是 这边有一个是 我没有阻碍 没有遮止的 那一分 那个东西 是不是就 仅为分别心所安立了吗 这个东西 这个空间 是不是会变化吗 比如说 我把一个东西 挪到这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我刚刚 那个空间就变了 这叫空间嘛 这个会有变化 这是无常的 可是虚空是什么呢 是仅仅 我有分别心 去安立的 那个东西吗 那我们所谓的空性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空性在 所以在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宗派 他对空性的不同道理 他就说 把空性的要遮着 那个东西 仅仅遮着掉 那就叫空性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什么 我们以前在介绍 是不是也只能讲说 为什么他讲说 空 空性的空性 或空空 因为我们一般 或者不要说 经书说的一般 我以前一开始学法 我认为说什么 我没有发现 可是到很后面 才想说 大概是到中关 或者在县关的 比较后面 才开始了解说 我一直以为空性是什么 是有另外一件事情 跑出来 这叫空性 好像说 我这只叫 某一个东西 有另外 好像是有另外东西 浮现出来的 我一直以前 跟那些学生解释 说好像什么 我以前是好像 把这个地方压下去 有另外一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 蹦出来的那个 那个就是什么呢 那是对空性的执着了 他们就说 这是对空性的一种 我值得了 真的空性是什么呢 这不是这样子压 而这样子出来 他就说什么呢 是 就是遮止到这个东西 这个就存在了 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我说 没有钱这件事情 不是说我用完钱 有另外一件事情 跑出来 是我用尽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 没有钱 就是这个状况 就是叫没有钱 这样子就叫没有钱 他没有另外一个东西 跑出来了 空性啊 无我啊 都是这样子 他没有另外一个东西 好像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 搞混的 因为我们听到说 空性是究竟意啊 无我是 最究竟的道理的时候呢 会认为好像 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法 跑出来的话 这就是错误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不是叫 刚刚我们来讲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把空性 跟无我认为 它叫非遮了 这是中大师 克主杰大师 一直在破斥的道理 就是这个东西 认为说 这叫非遮 因为我在遮止掉 一个东西 有另外一件事情 有另外一件事情 跑出来 以中大师 以所有跟随着 应该说跟随着 有中大师的 亲近的见解的 这一脉的说法来讲的话呢 没有所谓的空性 叫做非遮的这个东西 空性一定是无遮的 所以它遮止掉这一块 它没有要引申出 任何一件事情 没有要引申出 那个这样子来讲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话 是它说 这边来讲的话 它说什么 什么叫做 我就不讲它的定义 因为我们讲它的 那个来讲 是说 当我们去直接 去了解 这一件意思的时候 是什么 它是直接去 遮止掉 所破的那一分而已 没有在现出任何东西 没有在要 现出任何东西 那叫什么 我们叫无遮 它来说什么 它举的例子说什么 婆罗门不喝酒嘛 对不对 婆罗门不喝酒 或者不吃肉 不吃菜 等等 这个来讲 我没有要代表 任何别的东西 它就是代表说 它就是遮止掉这个而已 而 所谓的 我们讲说 非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说 我常常开玩笑 我们在俗话的时候 我们开玩笑说 你话中有话 或你背后 有别的意思的时候 我说我就不用那么多词 我们就说什么 你讲的是肥蛇 跟我在私底下 我们常常碰面 我就说 你这个话是肥蛇的话 因为听起来是 一件事实际上是要 引申出另外一件事情 它说什么的话 它定义来讲说什么 我们在内心去了解 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破斥 或遮止掉某一分的 当下还有什么呢 有另外一个的成立法 是跟随着而来的 跟随着而有的 我们用经书的例子 我在用别的世间的例子 来跟大家举的话 像我们举个例子 说什么 我说 例如说 我说 声音不是常 声音不是常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 我们讲说叫 我先是用经书的例子 我们先大家思维一下 我说声音不是常 跟我说什么 如圣法是不喝酒 是不是不太一样的 如圣法是不喝酒 就是没有别的东西 要引申的 可是我说 声音不是常 在这一个 同一个时间 我在遮止 我要遮止什么 我要遮止声音是常 这件事情 我要遮止声音是常 所以我直接了解的是什么 我直接是了解 声音不是常这些东西 可是它引申出什么 或者它也要 同时来讲什么 声音是无常了 就是它有 在这一个词汇里面 声音不是常 它又遮止掉了 又有什么 要成立的意见 它没有直接说出来 可是它有这样子 它是我们一般 举的例子说什么 就是说 它这边来讲说 胖胖的张三 晚上不吃东西 或者胖胖的张三 白天不吃东西 听起来 那个好像是说 乍听下是无遮 好像是没有隐身 可是我说 胖胖的张三 说什么 白天不吃东西 代表说什么 它晚上一定在 大量的吃 才会变成这样子 或者如果它怎么会变 胖胖的张三 白天不吃东西 这就是什么 无遮的 我们说这个人家 常常讲这个话 说你看 我说你看 我说我现在 因为刚刚在看一些新闻 我每天都会 因为尊者那时候说我们 我记得说 他每天都在TNBBC 我每天也花一点点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 现在新闻很乱 他们一直在播 一直在播我团阴的事 我就是把头条的东西 看过一次 我大概就停止了 像什么的话 你看现在他那种 新闻是说什么 他们讲的话 很多都是什么 都是菲者的话 他说你看 某某人的现在的 皮肤拉得多紧啊 这个来讲的话 就代表说什么 他是不是有去 动手脚了 这样子 这个就讲说 他没有直接用这种话 可是他是用什么 这个人是什么 违反的天理了 这样子 他这样子来讲的话 实际上中间有 可能是 有影射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这个在经书 这件事情 或这样子类的话 像什么 这叫肥遮 不是无遮 他是要有别的 别的东西要说出 要引申出来 用遮止的 当然成立法是什么 成立法是不是 我们去了解这件事情 用心事 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完全是没有要 遮止掉什么 他 你说实际上面来讲 他当然有没有遮止 你实际上当然有遮止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说 我说我是比丘的时候 当然我就排除掉说 我不是 我不是比丘这一块 就被排除掉了 可是用心事 去了解的时候 你说了解如圣法 是格西的时候 是不是你当下的那个心 没有说现出说 他排除什么东西了 他就是说 格西就是格西 比丘就是比丘 这样子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法类的话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成立法 像刚刚讲的 我们说 如圣法师是格西 跟如圣法师 不是不是格西 实际上来讲 就是一样一件东西 可是什么呢 他在内心当中 现出来的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我们就说什么 如圣法师 格西这件事情 就什么 是成立法了 如圣法师 不是格西 这变什么 这叫非泽了 对不起 我是不是用 我叫你非泽 他如果说什么 如圣法师 没有资格 考格西 这叫什么 叫无泽了 对不对 这来讲的话 我刚刚再举一遍 我说 如圣法师是格西 是不是就成立了 如圣法师 不是不是格西 是不是非泽了 如圣法师 没有资格 去考格西的时候 这个来讲变什么 是无泽了 没有资格 他没有这个条件 我没有要 引申出什么 我没有要 引申出什么 就是他只是 没有这些条件 是不是 我用我们来讲 无泽 非泽 跟什么 成立的 成立法 这个来分出来 好 那 第四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讲到说 开始讲说 经部中有讲到 还会讲到一个什么 法类 我们会讲到说 现前分 跟隐蔽分 那现前分 跟隐蔽分的话 我们这个要配合的 就是什么 就是限量跟比量 现前分 跟隐蔽分 它是什么 它是所了知的 观察的那个境 能观察它的是什么 就是限量跟比量 但是我们上次 以前在色列学 有跟大家做一个区分 说什么 有现前分 跟隐蔽分 有两者的分法 以福生大师的说法 是说什么 他的现前分 跟隐蔽分 是说什么 是以凡夫 以凡夫来讲 以凡夫来讲的 以凡夫的初次 去了解这件事情 一定必须要是 透由比量 或比度 去了解的话 这个境 我们才叫什么 我们才叫隐蔽分 以一个凡夫 去了解这个东西 来讲的话 不一定需要去推理 不一定要是 透由比量 它可以透由什么 它可以直接用 限量的 去了解的 这一个境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现前分 它的所谓的 现前量 限量跟比量的 具有者是谁 它就是以一个凡夫 来讲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说 下面的火 下面的火 你会问我们说 是现前分 还是隐蔽分呢 我会说 它是现前分 为什么 因为在下面的人 看到下面的火 是对他来讲 是不是就是 直接了当的 不需要用原因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 凡夫去了解 下面的火 一定要透由 推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下面的火 是现前分 因为对某一个人 就是现前分了 可是下面的火 对我来讲 是什么呢 对我是隐蔽分 下面的火 是对我来讲 是隐蔽分 因为我为什么 我一定要 要透由原因 透由一些正因 才有办法推出来 我没办法 直接两道的 去了解了 所以对我来讲 是隐蔽分 不代表是隐蔽分 那我们刚刚讲 那如果对我来讲 不一定是隐蔽分 那什么才是隐蔽分 什么才是现前分呢 对一个凡夫 凡是一个凡夫 一个一普通 我们不要用凡夫 我们用一般普通人 凡夫来讲的话呢 初次去了解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 不可能依着是限量 必须要透由 笔量推理出来的 那这样是什么 我们叫隐蔽分呢 如果只要有一个凡夫 一个普通人 他如果可以去透由 不是透由隐蔽分 而是可以透由限量 去了解这个境的话呢 我们这个境叫什么 就叫现前分了 叫现前分 这是福生大师的说法了 那之后大家如果 回去看《综艺宝曼》的话 这一段的话呢 它就不是跟福生大师的 不一样了 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现前分跟隐蔽分 因为刚刚福生大师 都说的现前分跟隐蔽分 是什么 很明显的 这是两者是相为的 两者是相为的 可是以这边 综艺宝曼的说法是什么呢 是现前分跟隐蔽分 是什么 是三句型的 什么叫做三句型 是如果是现前分 一定是隐蔽分呢 如果是隐蔽分 不一定是现前分呢 所以他说什么 现前分呢 现前分也还是一样 就是说是以 限量可以去证得的 直接证得的东西呢 这叫什么 叫现前分 以笔量可以 直接去证得的东西呢 我们就叫 隐蔽分了 那以笔量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是不是说 我可以用正理来证明 万事万物吗 没有一个东西不是 我没有办法用推理去推出来 或证明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 我说不管是只要存在 不管它是常 无常 我们都是什么 以这个观点来用 我们就讲 都是隐蔽分的 那现前分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限量 它可以直接证得 那就是什么 以进步中来讲的话 所有的无常 凡是无常 才有办法是由限量 去了解 所以等于刚刚讲说 现前分是什么呢 以综艺宝办这边的解释 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就 又直接从现前 限量跟比量 而不是说 凡夫的限量 跟凡夫的比量来讲 它是从 一般的限量 跟比量来讲的话呢 等于说 凡是现前分 一定是隐蔽分 所以我们说现前分 了知现前分的东西 是什么叫 我们叫限量 直接去了知 现前分的东西 我们叫限量 直接去了知 隐蔽分的东西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比量 这些来讲的话 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 比量所直接了解的话 这边来讲 我们叫什么 隐蔽分 限量所直接了解的 叫什么 叫现前分 为什么 你看 因为它用 我们为什么中文 翻成这个意思来讲 因为比量来讲的话 它等于说 它要绕一次 才会了解到这个境 它是透有别的原因 它不是直接接触到这个境 它是用透有别的原因 别的原因 这样一一推推过来 判断出来的话 所以对比量来讲 虽然它在了解 但它是要用 推理的方法 而去了解了 那现前分就不是了 它不用推理 它就是直接去 直接看到了 直接看清正的话 它要现前分 所以大家以后 在经书看到 现前分 隐蔽分 应该就知道说 如果有不同的解释的话 它就只有这两种解释 一种是用 以凡夫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前分跟隐蔽分 就是相为的东西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用 凡夫的限量 凡夫的比量 作为我去察觉的工具 我说一般的 限量跟比量 来做区分的话 我们就会说什么 现前分 跟隐蔽分 是三句的 这三句的 好 那 第五的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 它就讲说 时间的概念 过去现在未来了 以 进步中的概念 来讲的话 是什么 他说过去跟未来都是什么 他说是长法 过去跟未来都是长法 为什么 过去跟未来都是什么 都是仅为分别心所安宁的 是不是我说 以实际来讲 现在听起来好像是 刚开始没有了解 可是你看我说 过去的东西 是不是现在已经都不存在了 都已经 我是仅能说 在分别心上献出来了 以未来的东西 现在还没有成立 所以他也是仅为分别心 所存在的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他在讲说 凡事无常 的话 一定是现在的意思 就是这个 凡事无常 一定是现在的 就是说 他要现在来存在 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什么叫做过去呢 他说凡事一个事物 在他承办的第二刹那 已经坏灭的 以画一面的那一分呢 这什么 这叫过去的 那说什么呢 如果什么叫做未来的话 是说 凡事某一个事物 在此时 虽然有 将要生起来的因 但还没有具备的 缘故的时候呢 所以现在 在此时此刻 还没有生起的那一分 那是什么 那叫未来的 那叫未来 而 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 已经生出了 但还没有被完全 还没有被遮止掉 还没有坏灭掉 这叫什么 叫现在了 所以我们说 凡事事物 凡事无常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说 大家还记得说什么 什么叫做有为 什么叫无常 由因缘而生出的嘛 就是以生出来 这个因缘而生出 不是我说将来要生出来 是由因缘以生嘛 就是以生 这叫无常 这叫有为的话呢 凡事无常 凡事有为 都一定是现在的 就是 还是什么 在别的经书里面 还看到说什么 凡事有为的话 一定是新生的啦 什么叫做新生呢 因为是什么 因为它是 刚由因跟缘而生出来 它不会在第二刹那 它的第二刹 它不会再存在了 所有的无常 一定是刚生出来嘛 之前也没有 未来也不会有 刚是由因缘而生出来的 那样子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就说什么 所以过去跟未来 我们都可以说 这二刹都叫长的啦 我们不会否定 它是存在 可是它是什么 它是仅为分别心所爱 你刚刚大家讲的 是属地啊 还有什么呢 现在跟事物 跟无常就是同意了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在经书里面 会有几个的名词 大家要比较熟悉 或者会跟我们 以前来讲的话 会比较 好像颠倒 我们说什么 它说某一个事物的 过去 跟某一个事物的 之后而有的 什么 这是两个是 一样的 就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会说 某个事物的过去 我们一般以为 会以为说什么 是它的因的时候 某个事物的过去 在经书里来讲的话 不是 某个事物的过去 跟它的之后而有 是同意 就等于说 某个事物的过去 是什么 这个事物已经过去了 或者我举一个 我举一个 我用一个例子来讲 或者说 瓶子的过去 瓶子的过去 不是说 瓶子的 在 假设我说什么 我们说 假设是这样子 淘土 瓶子 瓦片 这个来讲的话 瓶子的过去 我们在指什么 我们在指瓦片的时候 不是在讲 淘土的时候 为什么讲说 它叫瓶子的过去 因为瓶子已经过去了 瓶子已经 已经坏灭掉了 瓶子已经过去了 所以瓶子的过去 它是什么 就等于说瓶子的之后 就是瓶子的果 的这个时候 而说什么 瓶子的未来 跟瓶子的之前而有 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呢 瓶子的未来 瓶子还将要升起 瓶子还没有升起 瓶子的未来的时候 以经书上面来讲的话 什么叫做瓶子的未来 是瓶子将要升起的 比如说什么 我们说 我们讲说 你的未来的话 我们在口语 我当然知道 我说我们你的未来 是将要升起过的时候 可是在经书里面说 以如圣的未来 是什么 是如圣法 是还没有升起的时候 那时候的音叫什么呢 如圣法师的未来 因为如圣法师 那个时候还没有来 如圣法师的时候 还没有升起的 好 这只是一个 经书上面的分类 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更容易了解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就是 一跟义了 那一跟义是什么呢 他就说 个别个别存在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义 不是个别个别存在 但还是法 还是有的话 这叫什么 这叫义 我们在经书叫做义 所以他举的义的例子 说什么 像我们两个 或者很多以前 大家问过我的问题 说什么 什么叫做平诸二者 有没有平诸二者 来讲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在学色类学的时候 大家常常问着 大家还说 没有平诸二者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问说什么 那我们两个存不存在 是我那时候回答就说 如果你说平诸二者不存在 那我跟你存不存在 那你说我跟你不存在 那你说 夫妻两人存不存在 都不存在了 那夫妻二人不存在了 那样子 那都不存在的话 那要说什么 那同样 所以我说 如果你可以成为 夫妻二人 我二人都可以存在的话 那为什么平诸二者 不能存在呢 所以平诸二者 现在平诸二者指的 不是指一个 又是便宜又是住的东西 你想说 我在讲说 姐妹二人 夫妻二人 师徒二人 我在讲说 又是老师又是师徒的 又是姐姐又是妹妹 我不是指这个例子 姐妹二人 就是说 有一个姐姐 有一个妹妹 这两个 有一个先生 有一个太太 是夫妻二人的 一样的话 那平诸二者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讲说 平诸二者是 义嘛 不是义嘛 虽然好像把它 举到一个单位来讲 可是它是什么 它是义不是义了 那 所以来讲的话呢 他这边来讲的话 在义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分什么 义有分说 本性或体性是义的 跟繁体的义嘛 所以他是不是在 中益宝办这边讲说 若是是体性是义的话 一定代表说什么 它是繁体是义的 什么是义是呢 就是说 如果它体性是 个别个别存在 是有的话呢 它一定要 我们看过去 就是说两个 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是体性是义的话呢 我要可以 很明确地去认知 这两件事情 像我说什么 像我们两个 我们二人 是什么 我们是体性是义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明确地分出说 你跟我 我跟你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讲说什么 因果的 凡是因果 是不是都是讲说 都是体性是义的吗 因为它一定要明确地 可以分出 什么叫做因 什么叫做果 而可是什么呢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繁体 这叫什么呢 我们是明显的 个别个别存在 叫什么叫 繁体是义的 叫繁体叫义 我们基督知道 是不是常常 以前讲的 什么 同体性 不同的繁体 常常听到 什么叫做繁体 繁体就是要说什么 它是两个 截然 个别个别存在的东西 我们叫繁体是义的 所以他说什么 可是如果是繁体是义的话呢 不一定是体性是义的 是不是我常常举的例子 比如说 我跟我身上的无常 我跟我是无常这一点呢 我们说什么 我们是繁体是义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我跟我的无常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什么呢 它是体性是义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分不开来嘛 我跟我的无常是连在一起了 分不开的了 没有办法分开来的 像什么呢 或者我说 我跟我的所有的特征 都是什么 都是体性是义的 它分不开来的 可是这些特征里面的 个别个别来讲的什么 它可能又是体性是义的 我们举那个一般经书的例子 好不好 我们说你看 我说这个花 它的跟它的香气 跟它的颜色 跟什么呢 跟这个花都是体性是一的了 因为我根本分不开来嘛 我说我看过去的时候 花在哪里 花的颜色 花的香味在哪里 我 几乎它是混淆在一起的时候 可是 不代表说 花的颜色 花的香气 跟花是体性是一的话呢 花的香 跟花的颜色 它们两个都要是体性一 没有人这样讲 这就不是了 你看我明显的去看过去的 花的颜色 跟花的香气 我可以截然分开的 它没有关系 它好像是截然截然 两个分开的 可是什么呢 花跟花的香气 也是体性是一的了 花跟花的颜色 也是体性一的 可是花的颜色 跟花的香气呢 又是什么呢 它又是体性是一的了 所以大家以后 我们讲到说什么 繁体是一的时候呢 大家想到什么 大家最容易想到说什么 我们就像我们两个 我们大家是什么 我们是繁体是一的 体性也是一的 那繁体是一的 这个意思是个别个别的意思 个别个别的 我们繁体是个别个别的 可是我们体性是一的是什么呢 就像比如说 我跟我的无常 我跟我的手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叫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繁体是一的 但体性是一的了 这是体性是一的例子了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它举的一个什么例子 它就是比如说像 无常跟有违法 这是我常常举的例子说 像我说什么 像我说 你看无常跟有违法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体性是一的 繁体是一的 它的思维起来是不太一样 或者我说什么 我以前举我们在 台湾生活的 我说什么 像比如说我说 马铃薯 土豆 是我们讲说 这个思维起来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说什么 我们台湾不会用土豆 在马铃薯上面 可是你说 你请一个 从中国来的 土豆它马上就说 就是我们在做那个 土豆沙拉 说什么来讲 马上来讲的 可是我们说什么 那叫马铃薯吗 或者什么 他们讲说叫西红柿 我们叫番茄 内心献起来的 例子是不是一样 可是献出来的方法 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你一讲说 这个人是 有可能是从大陆来的人 才会用西红柿 马上我们去那边 去中国来讲说 你说番茄 他马上就说 你是台湾来的 你用马铃薯 马上你是台湾来的 对不对 这样子来讲的时候呢 虽然献出来的东西 是同一个例子 这个叫什么 他叫体性是一的 可是他思维的方法 在内心献起来的方法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叫什么 体性是义的 不是体性是义 繁体是义的 体性是义的 举在一个例子上面来讲的 他有些人举的一个例子 我们说什么 就我说 有些人是说什么 他只是名词上的不一样 但献起来内心是一样的 他讲举的以前的例子 说什么 我们经书里面 就有一些的争辩 像什么 像在 有些经书说什么 万寿之王跟狮子 有些人就会说 它是 繁体是一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你只是取一个 不同的名字而已 可是 内心献起来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万寿之王也好 狮子也好 它献起来是一样的 如果内心献起来 是一样的话呢 他会说什么 万寿之王跟狮子 就是一了 不是一了 可是如果我刚刚讲的像马铃薯跟土豆 我认为他在内心中献起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时候呢 我会说什么 我会说马铃薯跟土豆是意的 但是什么呢 他的体性是意的 就像什么呢 就像无常跟有为法一样的 无常跟有为法我们称之什么 我们叫体性是意的 但繁体是意的那样子 这叫以后我们听到说什么 体性意 繁体意的意思就在这边了 所以没有什么 没有所谓的繁体是意 体性是意的这种东西 就不可能了这样子 刚刚我们讲是不是 如果是体性是意的话呢 他的繁体一定是意的 没有所谓的繁体意 体性意的 可是可以反过来说什么是 体性是意 但繁体是意的 这样子有没有 有有有有这样子 好 看这边还有什么不共的呢 他说 就是说 虽然说这种无方分的 什么叫做无方分的 以匹伯沙宗跟金布宗来讲的话呢 他们会承认说什么 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再切割了 不能再分下去的 以在于为是派 以在于说 像中关派来讲的话 他们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切割 都可以分下去 没有永无止境的 但是在匹伯沙宗跟金布宗 比较上什么 像我们现在的科学家 他说在某一个 在量子上面 在某一个地方切割下去 就不能切割 在我们经书里面叫什么 叫无方分的例子 所以是不是 尊者常常在讲法 他就说 在80年代 90年代 印度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那时候我刚去印度不久 我记得是 因为我是1997年的年底 1998年的年初 去印度 我记得好像是1999年 印度正式有第一次 他的那种测试核子武器 他之后 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印度的总统 他那时候是他们的 最有名的科学家 我们叫Kalam 他的头发有点像Einstein的一样 那个头发很疯狂的 那样子来讲的话 其中里面有另外一个科学家 很有名叫Rajan Ramna 他就说 现在所有的科学家 在讲说什么 无方分的例子 或者是量子力学 他自己说很自豪 他说我们印度人 就是2300年 2400年前 龙树菩萨就讲出来了 他这个人 他没有佛教信仰 他背出了好几段的 中安根本会论 用梵文背给尊者听 他说你会背中安根本会论 他说这是龙树菩萨的智慧 我当然要背得出来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听到无方分的时候 不要被这个名词吓到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不能再被切割了 所以在不能被切割有什么 有量子的无方分 有时间的无方分 有心事的无方分 他可以分到任何的东西上面 所以他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 在匹婆沙中 跟金木中二者 他们都承认什么 他有一个什么 无方分的围城 无方分的围城是什么 就是不能再切割下去了 这是最最最最最最小的围城了 那样子 还有说什么呢 他还承认说 无方分的心事 所谓叫无方分的心事呢 就是这个心事已经被描述到最细细细维了 像我们是不是以前跟大家讲说 我这一刹那 我在想什么意思 可以完成一个动作的刹那 这个刹那里面呢 有什么 有65 以我们来讲说 有无方分的65个刹那 是我举的例子跟大家讲说 以前就等于说什么 我们说 我可以举的例子比较来讲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 看运动的那种 他以前也喜欢玩的说什么 像我们跑那个100米嘛 100米 像按那个马表 你看 只要这样按就已经一秒了 不要说别的 像这样按他就已经是一秒钟了 等于说这样子 就等于说我们一个动作可以完成 他就一秒就跑掉了 这个来讲的 我们就是说什么 有一动作的一刹那是这样子 可是你看他分那个 跑100米的那种世界冠军的时候 从0.98 一直到0.975 到现在的0.969 等等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什么 这已经是以我们一般的人的 没有办法测试的 他下面有所谓的 以我们 以金布中来讲的就是 无方分的秒数嘛 无方分的秒数 等于是这样子的 他心事也是这样子啊 有一个无方分 已经到最细微的 所以在 以皮婆沙中 跟金布中来讲的话呢 他们这两个是相等的 对无方分的围城 无方分的心事 无方分的刹那 这两点 就是皮婆沙中 跟金布中是相同的 但是什么 他不是百分之百 所有的东西是相同的 不能说有某一分像的 他就是完全就是像的 有些人说 皮婆沙中跟金布中完全一样 没有他有共同点 但他不是完全相似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以 皮婆沙中来讲的话 他说万事万物都是事物 常也是事物 无常也是事物 它都是有能生的作用 为什么它都是能作因 这是皮婆沙中的 不共的看法了 金布中不会有这个看法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讲说 以前大家应该有听过 或今生我们也讲 有无表色 有一个叫色法里面当中 在色类学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说 有一个叫说法处之色 法处色里面有一个叫无表色 无表色里面的话 大家有可能以前不知道 可是我今天跟大家讲 它无表色它有四个特征 什么叫做色的话 无表色它有四个特征 一个是时间上面来讲的 时间上的特征是什么 它是不管我心 分心的也好 不分心的时候也好 它永远都存在 它不会因为好像 我有关注这个东西才有 没关注它就跑掉了 不是 它都是一个色法的时候 不管你在什么样状况 它也是跟随着 它本身要什么呢 它要是善或恶的其中一个 没有所谓的无忌的那种 无表色的 没有这样子 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它是要由四大而生的 就是地水火风而生的 第四是什么呢 以它的续什么 它是一个接着一个 好像排队式的这样子接下去 它不会有说 这边有刹那 这边没有 这边有 这边没有 它不是这样 它是延续下去的 这样子延续下去的时候呢 它既生起来 它就是延续下去的 它有这四个特征呢 那以这边来讲 我们为什么讲无表色呢 我们在以 这个无表色举的例子是什么 像我们的戒体 戒律 戒 生起来的话呢 以匹伯沙宗 跟金布宗 跟什么 像耶 耶 对 匹伯沙宗 跟中关应成派来讲 他认为的话 这叫无表色的 实际就是一种色法的 一种色法来讲 可是 以金布宗 为是派 秩序派他们三者 他说什么 他叫他说 这叫无表色 但不是色法 无表色不是色法 是新色 他说 取名为无表色 实际上不是色 它是一种新色的 他也不只是说什么呢 还要说什么 那匹伯沙宗说 因果是 可以有同时间的 以金布宗以上来讲 说什么 因果不可能是 同时间 一定是先有因 才会有其果 没有因果同时 可是我们上次说 是不是大家还记得 我们说匹伯沙宗说 只要是这个东西 以外的东西 都等于是他的因了 为什么 甚至他的能做因了 为什么叫做能做因呢 因为他没有阻碍 这个东西可以生起来 所以他就叫 他叫做他的因了 所以这个当中来讲的话 匹伯沙宗承认说什么 因果同时存在的 以金布宗开始的话 金布宗以上 就什么呢 因果只有所谓的前后 没有同时间的存在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就等于说 在介绍到什么 我们介绍金布宗的 对什么 在这个以上 等于说金布宗在于 根到果里面的根 根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分 叫净跟有净吗 净跟有净的方面呢 我们等于说 从这边来讲 我们花了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在介绍净上面 它是不是从 二帝 四帝 志向 共向 还有说什么 比如说 一 三十 志向 共向 现前分 隐蔽分 等这些方法 他一一一的去介绍的话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等于是说 把金布宗的 对他的净的看法来讲完的 他下一次的话 我们开始准备说什么 就是把金布宗的这个综艺 准备要介绍完毕 从来开始 从他的有净 有净有什么呢 有净就是还是一样 就是四夫 能全身 心四嘛 就是这三个 就只有这三个 看之后再开始介绍什么 他的道的修行 以及所修而的成果 这就是这后面的二者 看如果我们那一天 还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准备开始要继续到 进入到威斯派了 威斯派我们就会花 多一点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们大家常常会用 因为我们受到了 玄奘大师的影响 很深 就比如说什么 有阿赖耶士 有莫娜士 有等等的这些说法来讲 但是什么 我们都滥用的这些名词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 代表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阿赖耶士 什么叫莫娜士 都还没搞清楚的时候 我们下一次 我们到威斯派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一一一的介绍 大家如果当然有任何的问题 有任何不懂 或者大家不用好像说 一定要只有想到说 我谈到的范围 可能大家自己以前有看过的经书 或者有听过别的人说 可是我只有一个要求的 我在问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要问我说 我在别的人的课堂上 听到别人这样子说 我说 因为我不在当下 我说我不在那个当下 我也不知道 当下的人说的是什么 我怎么解释 我没办法解释这样 可是你可以什么 你用你自己的逻辑 你把它消化出来 你就不要说 我在某一堂课 听到某一个人说 这样这样子的名词 我会马上说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办法 我不是当事人 可是你说 我听到这样子 和我消化的是这样子 是不是 这就是唯士派的 或乃至你可以拿说什么 无浊菩萨是这样子说的 尤其世定论是这样子说的 或我认为的唯士派 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很乐意我们来讨论的 可是你说 我在某一个地方 听某一个人说 那我说 我不一定要承认 某一个人的说法 那我为什么要去解释 他的说法 对不对 我说 我本来就不承认 他的说法 你说 你要帮我解释 他的说法 我不承认啊 那样子 那我怎么去解释的 所以 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最好最好是什么 大家可以消化 最好就把你变成 你自己的文字 你变成你自己的 可以说出来的 思维的方法的话呢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在讨论 或者在去 思维这个法 而不是说 某一个人 在某一个时候 在某个场合 跟我这样讲 我听到的像这样这样 这个就不是我们去 学习法的方法 或者精神了 好 那我们今天 先到这边好不好 那我们 就回向了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藏行 菩萨道 好 好 谢谢观看